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疫情的关系不止餐厅纷纷推出了外带便当来增加营收 连日本航空公司也开始卖起了机上餐盒 而且累计销售数量还突破了大约有140万份这么多 可见这个便当的产业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而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许多以健康为诉求的便当纷纷出炉 而且深受大家的喜欢 今天台湾百味就要带您去街头抽样调查看看 上班族对于便当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你好 来 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这边有右向五股鸡腿排 泰式鸡香菇鸡 日式的处跑轻鱼 法式芥末指腿 跟日式烧跑没有浪捡 泰式鸡 右向五股鸡腿 香菇鸡 泰式鸡好 没问题 物价上涨 薪水没涨 上班族的薪水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根据YES123求职网 针对上班族的调查中显示 有90.7%的上班族透露 有省钱计划 因此有不少上班族就打算 要先从饮食支出来下手 那么对上班族而言 中午在购买便当时 最在乎的会是健康 美味还是价格呢 价格 通常午餐的预算都大概多少 一百以下吧 一百以下是不是 那你觉得上班族的困扰 会不会觉得就是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 会是你们的困扰 对啊 是啊 是喔 是 尤其是这边吗 对啊 然后加上最近又比较贵一点 在购买便当的时候 你最在乎哪一项 是健康 美味 还是价格 美味 美味吧 好 也是美味 也是美味喔 健康吧 你会不会觉得当上班族 会很苦恼中餐要吃什么这样 会啊 就会希望有好吃健康的便当 根据台湾百味采访小组 街头抽样调查 其实越来越多人诉求 美味与健康兼具的便当 再加上现在养生观念大大提升 健康概念的便当市场需求量大增 像是知名节目制作人小飞 就在这样的契机下投入便当市场 今天卖的是什么便当 隔离便当 饮游尽游啊 现在我来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便当啊 请你介绍给观众听 这个是有自己推牌啊 还有相互籍推牌 大姐都笑了 对 不要闹了 对 我们是认认真真地在卖便当 今天准备了几个便当 七个 六种便当 六种便当 然后总共七十个便当 我估计十九分三十八秒就完售了 真的吗 对 为什么要锁定上班级 听说你们就算锁定上班级 对 因为 因为你在线上如果要做电子商务的话 你必须要很精准地找到你的用户在哪里 然后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便当的最大的用 那个客户就是上班族 然后他们对这个便当有非常大的需求 光这个十字路 光这个十字路口 一个中午就大概有七百个便当的需求 对 而且 而且这边是餐饮的沙漠之地 如果没有人在这边卖便当的话 他们就没有饭吃了 后疫情时代改变大家购物的习惯 线上购物已经是时代潮流 知名节目制作人小飞 正因为看重这个市场的需求 开始跨界卖便当 为作电商铺路 还因此赤字打造中央厨房 各位观众 这里就是我们米虫的中央厨房 对 是的 我们早上八点的时候 我们的全员就会在这里stand by 在这里准备大家的爱吃的饭盒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切菜 备料 然后做一些那个便当里面的主食的调味 都是在我们这里 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多精实 多认真 多勇敢 看我们的现场环境多干净明亮 以上就是我们米虫的中央厨房 后疫情时代 许多餐厅也都纷纷转向经营中央厨房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可以大量生产 降低成本以及简化店面流程 像是便当产业 就可以同时供应多处地点熟食 在这边您看不见大火快炒 也闻不到油烟味 因为以健康为诉求的美味便当 全靠这一台烹饪法宝 是 我们米虫的烹调的方式就是用这一台 只有六星级饭店才会用的蒸烤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蒸烤箱它才能保有这个食物的原来的风味味道 所以你只要买了米虫的饭盒 少少的价钱你就可以吃到六星级煮出来的味道 蒸烤箱能高效锁住食材中的鲜味和养分 保留蔬菜里的维生素 虽然少了大火快炒 但是却也更多的保留原食材的鲜味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家的便当 能深受上班族喜爱的原因 请问你之前有买过他们家便当吗 有 你为什么会选择他们家便当 比较简单吧 而且我不喜欢太复杂的便当 因为我蛮挑食的 刚好我都不挑 刚好都没有用到我挑食的 所以只是习惯就一直买 就蛮健康的 然后也很清爽 香菇菇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吃到那种 很像传统家常味有点炖煮的感觉 但它却是用蒸烤炉蒸出来的 那口感会很 跟原本炖煮的又不太一样 又吃起来不会太油腻 我们每天都是环南市场新鲜直送的鸡大腿的部分 那鸡大腿 会使用鸡大腿的部分是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够 那比较适合烘烤 我们只使用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的口感是最好的 它不管是烤起来或是蒸起来 它吃起来不会太干太柴这样 那柚子鸡腿排它主要是以柚子酱 跟煎鱼酱油的黄金比例去腌制 30分钟就可以送入我们的蒸烤炉里面做蒸烤 柚子鸡的话就是有柚子的口味嘛 然后它那个鸡腿蛮有弹性的 就好吃就是比较不会太油 刚好口味比较合 然后它菜也比较多 轻鱼的话我们是加了一点麻油去调味 主要是因为轻鱼本身的油脂的味道比较重 所以希望用一点麻油去调一些 综合它的味道 这是我们经过烘烤 刚烘烤过的麻油跟姜 然后现在把轻鱼放下去 好 然后让它均匀 稍微均匀都要沾到一下 然后再倒入这个米酒 适量就好一点点 然后用一些酱油跟醋 比较做一些日式的做法 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 吃起来很像在板斗的味道 那你今天买的是什么口味 青鱼 那你觉得它们家青鱼吃起来怎么样 好吃啊 很好吃 那你之前常来买吗 很常来 虽然蛮常 对于线上电烧 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客户粘着度 知名节目制作人小飞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才会在办公大楼区 锁定上班族贩卖便当 借由面对面的销售 提升客户对品牌的粘着度 以利于之后的市场布局 米虫饭盒有几个规划 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要在线下 用点的方式然后做成一个矩阵 那做成一个矩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跟其他的品牌 做行销的策略联盟 因为有很多品牌他想要做线下的活动推广 那因为我们是在线下直接接触到上班族的用户 所以我们的客户非常的精准 所以当有想要针对上班族行销的商品 我们就会跟他做策略联盟 在线下做实体的贩售跟活动的整合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就是这些商品 我们在线下会引流这些来买饭盒的人 然后把他们引流到线上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做线上的整合 那忽略掉了一个情感方面的交流 所以我们米虫现在在做的就是 我们将饭盒贩售给你的时候 我们也透过一个情感的互动 跟一个问候 然后让你能够回到线上的黏着度会更强 我们饭盒里面的主食 如果上班族吃了觉得不错 他也可以藉由我们在线下的互动 他的黏着度会增强 他会到线上会再购买我们的主食 后疫情时代是危机也是转机 更是考验经营者灵活弹性的应变力 而许多美食产业也相继运用自身优势 寻找出路 但可预见的是 后疫情时代 线下与线上融合一体的经营模式 已经成为了世界趋势 看着这一群为了自己梦想而打拼的 六七年级生 运用创意及拼劲 为的就是能跟紧时代脚步 期盼能有自己的一片天 我们会尽量去走向 让人家比较没有负担 那就是尽量是一些 比较清淡手法的方式 来去制作的便当 那当然我们会有海鲜 就是我们的龙虾鲍鱼 这是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是锁定高端的族群 不少公司航号进行商务会议的时候 会以便当作为用餐首选 而除了平价便当之外 各饭店也推出了豪华餐盒 这家广市餐厅主打顶级便当 以精致的槐食餐盒呈现 里头有多达九种极具特色的中式料理 不但有龙虾鲍鲍鱼等顶级食材 还有烤鸭叉烧 以及松露片滑蛋鸡丁等等 让您即使是吃便当 也能够有极致的味蕾享受 随着疫情趋缓 各项商务活动跟会议也逐渐开放 而在会议中的餐盒更是不可或缺 各大饭店看准商机 抢工餐盒市场 这家位于南港的广市餐厅 就推出超豪华商务便当 让商务客大饱口福 我们所听高端的族群 它比较不会像一般的民众 就是我们吃的都是 比较大盒的 我们就是要吃得很饱 然后量就是要非常的多 那因为其实高端的客户在 吃这个便当的时候 那其实他是可能在边开会 或者是说他们在边讨论一些事情 那当然是我们就是把它做 比较小分量的 然后一口的大小 它在吃的时候会相对比较方便 它不会有很多骨头啊 然后还要在这边就是在额外整理 在那边爬饭 豪华便当 玉宴酒品级 以精致的九宫格淮食餐盒呈现 包含海露等多种高级食材 以卓越的中式功夫料理 呈现道道精致的餐点 我们会尽量去走向比较 让人家比较没有负担 那我们就是会少淀粉啊 少糖啊 那就是尽量是一些 比较清淡手法的方式来去制作的便当 那当然我们会有海鲜 就是我们的龙虾鲍鱼 这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我们是锁定高端的族群 烤鸭 叉烧 还有油肌 那当然还是会有我们的主菜 那主菜是用我们的上海菜料理的话 就是我们的干烧龙虾 那主食呢 就是我们用上海菜料理的方式的 我们的菜饭 餐厅锁定高端客群 在餐盒设计上也是充满巧思 即使是便当 也能有高级的美食享受 严选龙虾这类顶级食材 以干烧方式呈现创意的中式料理 因为其实上海菜比较注重的手法 在上海菜来讲比较做靠 那其实比较白话一点 它其实就是烧 那就是在于它的时间 还有它的浓稠度 我们都要把握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最后的酱汁 是能够包覆在我们的食材上 但是时间又不会过久 龙虾的部分先把它用水 把它泡在旁边把它泡熟 对 因为这个我们主要是说 还是要让客人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整个龙虾的完整性 所以我们会先把它煮熟 然后之后我们来烹调 我们的干烧虾球的部分 龙虾肉取出后先简单过油 接着将绞肉 香菇 辣椒跟蒜末爆香 炒出香味后再加入酒酿 少许辣椒酱以及番茄酱炒香 炒一点点酱油在锅边 等一下我们在做干烧的时候 我们的味道会更好 这时候就可以放入我们的龙虾球 这时候我们来做勾芡的动作 好 只要我们的酱汁能够 包覆我们的龙虾球 这道菜就已经完成了 在餐盒中放入龙虾更显气派 干烧龙虾球 白嫩的虾身上裹着色泽洪亮的酱汁 同时也烧进了虾身里 龙虾肉质软嫩Q弹 龙虾的鲜搭配上酱汁的咸 还有微辣的口感 吃起来相当爽脆 孕炎酒品集里的 羊肚菌金沙豆腐堡 其中的灵魂食材羊肚菌 因外形与羊肚相似而得名 较常运用在西餐中 主厨则是将羊肚菌融入中菜里 成为了一道创新料理 羊肚菌先以高汤浸泡 使其入味 接着将菇类跟豆腐 切小块油炸备用 金沙炒到反沙后 加入高汤南瓜泥熬煮 因为我们的高汤 其实已经有味道了 再加上咸蛋黄它也有咸 南瓜它本身带有甜味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做任何的调味 我们只要把我们刚刚汆烫好的料 把它倒到锅中 然后以小火的方式给它焖烧一下 大概我们煮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羊肚菌金沙豆腐口感滑顺 南瓜泥的清甜跟金沙的咸香 完美交融 发在软嫩的豆腐表面香气四溢 而羊肚菌独有的菌香浓郁味道鲜美 豪华便当中还有餐厅的经典招牌菜 橙皮五谷牛 口感滑顺软嫩 更有以鱼籽烧麦 凤尾虾烧麦组成的双胃烧麦 金梅摆盘及霸气用料 一掀开餐盒就令人无比惊喜 总共有九个不同的品香 那就是海陆空的动物都有包含 就是非常的丰盛 对就是可以让大家吃得到好吃 然后又健康 品香又多 我觉得很丰盛 而且还可以吃到就是 他们月亮经典的招牌烤鸭 然后还有他们很著名的点心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这样的便当的呈现 就是有不同的多样性 然后吸引别人的参考 然后每份都是小的份量小份量 让大家不会有很腻的 吃一般便当的感觉 不仅抢供商务客群 餐厅还与乐视料理闻名 提到乐菜 当然不能错过海鲜广炒面 有感于现代人吃饭时 都是手机先吃 主厨朱玉伟 想带给顾客 更加惊艳的视觉体验 便在这道经典的料理上 做了大胆的尝试 那我们就称它为 飞天海鲜广炒面 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用叉子 把它面条先插住 然后我们就会举起来 然后用130度的油慢慢的淋 淋到它定型之后 它那个叉子就会像腾空飞起一样 飞天广炒面的概念 果真相当吸睛 滋味自然又人 主厨使用高汤煨煮海鲜 再加入些许蚝油提味后勾芡 把酱汁淋在面条上 让面条有干有湿 脆中带有微软 吃得到面的香脆 也能吃到芡汁的鲜香 干贝厚食 鲜虾肥美 花枝软Q 香弄滋味让人意犹未尽 我觉得海鲜料很丰富 而且海鲜很新鲜 那酱汁也扒在海鲜上面 非常入味很好吃 它面的口感也很丰富 就是泡到酱汁的地方 很入味 还可以吃得到脆脆的地方 这里的麦片避风糖青蟹 也是香港著名的菜色之一 首先按照部位的厚度 依序油炸蟹熬蟹角以及蟹身 之后再放入蒜末 把最后的钳子 砂工的钳子先把它放进来 好 那我们现在是关火的状态 那我们大概炸个两分钟 泡个两分钟之后 我们会跟得下身体的部分 这时候当我们的温度够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蒜末 给它倒进去 那最后我们就是控制我们的油温 让我们的蒜末好的时候 我们的螃蟹也跟着好 这烙菜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在炸蒜末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好它的油温 如果没有控制好 我们的蒜末就会黑掉 主厨掌握好油温 将螃蟹蒜末盛起备用 接着把咸蛋黄炒至起泡反沙 将炸好的螃蟹跟蒜酥倒入翻炒 让咸蛋黄跟蒜酥的味道 均匀拌在一起 最后再加入麦片 以及事先炸好的蒜酥 然后我们最后把它拌均匀 好 那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 中菜注重色香味俱全 透过师傅精心摆盘 麦片避风糖青蟹就能上桌 青蟹丰肥美 肉质清甜 而整道料理的精髓 就在于蒜酥的风味 蒜香味与辣味浸透到蟹肉中 咸香浓郁 蒜酥酥而不腻 脆而不糊 特有的焦香气息萦绕口中 再搭配上酥香淡丝跟咸麦片 口感层次丰富 极其开胃 餐厅的招牌菜色 还有青凝焦糖松板珠 焦糖松板珠原本是 粤菜经典菜色 在主厨朱玉伟的巧思下 加入带有清香的柠檬 一推出就成为明星菜色 我们就觉得它少了一个 什么风味的层次 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 那后来有时候我们就想到了 人家乌鱼籽可以加苹果 有人可以加梨子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加一个水果看看 所以我们就做了 放柠檬的这个想法 意外的搭 意外的合 所以它也没有任何的违鱼感 那在我们餐厅 其实它在烧腊的排行榜 它也是算第一名 突发奇想之下诞生的这道料理 带来顶级的味蕾享受 松板猪肉厚实Q弹 烤后的香气饱满 上有一层清脆焦糖 时间跟火候掌握恰到好处 甜脆焦香 搭配的清凝片厚薄也有学问 太厚过酸抢过了肉香 太薄则无法协调焦糖的甜 柠檬微酸的口感调和了肉的甜度 清爽顺口甜而不腻 口感很让人惊艳 就是它上面有就是糖的甜味 还有柠檬的香味 然后搭配它自己那个本身的油脂的皮 然后就是口感层次很丰富这样子 而且它的肉就是很扎实 豪华的玉宴酒品集 有别于一般便当 锁定高端族群 抢供商务客 让与会者在中场休息时间 也能有不同的美食饗宴 而餐厅的乐室料理 主厨以细腻的烹饪手法 精致的摆盘设计 重现料理风华 同时引领全新潮流 演绎乐菜精髓 来 上菜喔 我在泰国学最久的就是 如何堆叠排骨 所以我们在堆叠排骨的 它有一定的角度步骤 以及你对排骨各个部位的了解 防疫期间让你没有办法出国散心吗 今天台湾百味要带您一秒飞泰国 提供最有feu的泰国用餐风情 让您不用出国 就能够享受到最轻松惬意的 泰国风小旅行 而这个地点在哪里呢 其实它就在热闹的台中逢甲夜市里头 店里的超好美食 火山排骨 还曾经创下了出国之后 三小时就完售的军人记录 成功创造话题 也让许多美食部落客以及网红 真先来尝先 台中最具代表性的夜市肯定是逢甲夜市莫属 也是台中人宵夜觅食首选 现在为出国正流行 今天采访小组介绍的这间泰式新美食 就运用巧思设计 转换不同的时空背景 让您来到这里用餐 就像置身在泰国街头 而且还重现泰国正夯的网红料理 就是要把泰国原汁原味的餐点 以及用餐的氛围带回台湾 让您不用飞到泰国 就有出国的感受 火山排骨是泰国近年来新兴的美食之一 连续在2016到2020年 荣登泰国No.1的网红美食 它出自于曼谷相当有名的 拉查达火车夜市 这里非常具有当地特色 集美食购物酒吧为一体 交通方便 吃喝玩乐 全都可以在这里搞定 因此成为了各国游客 来到泰国旅游 必去的热门菜点 火山排骨 它的泰文叫做Lensap Lensap它其实类似于 台湾的卤肉饭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 类似像这样子的 它算是主食 那只是说因为在观光的地区 在这个曼谷的这个 Lensap夜市里面 那把它大肢的排骨 然后把它堆成像火山的形状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 眼球经济 我就觉得那这个应该 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 我们台湾的同胞 可以来尝试看看 本身是餐饮师傅出身的老板Kevin 不习无仇的方式 在朋友引介下 到泰国火山排骨的创始店 工作了半年之久 就是为了将这道火山排骨 原汁原味的带回台湾 因为泰国菜它 因为地处这个 比较炎热的这个地区 所以它的料理里面的味蕾 上面的冲集比较多样化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香茅 南姜 柠檬叶 然后基础的这些辣椒跟柠檬 来做调味 排骨的部分我们大概 腌制大概是一个钟头 那炖煮的时间 大概是四个钟头左右 基本的香料会先锁在排骨里面 排骨要炖煮的软嫩不柴 要保持肉身骨架完整 火候掌握及时间非常重要 而技术到位之外 各式新香料更是缺一不可 相当关键 除了使用泰国当地新鲜香叶 Kevin也汇集台湾在地蔬果等 十几种天然食材烹制而成 不过当初学成回台后 Kevin发现 火山排骨最灵魂的食材 辣椒在台湾没找到相同的品像 于是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到台湾各地寻找辣椒农 终于在屏东找到了 可以替代泰国鸟眼辣椒的绿色辣椒 才完美呈现出他在泰国品尝到的 火山排骨美好滋味 这样子的辣椒呢 它可以带出比较高的 史高威尔这个辣度 那相对性的辣椒的香气 也比一般的辣椒的香气还要足 排骨炖煮好后 最重要的独门技术 就是排骨的摆放 现在可以搭出又高又稳的火山排骨 可是Kevin在泰国苦学来的 我在泰国学最久的就是 如何堆叠排骨 堆叠好排骨的时候 尤其是像我们在泰国 泰国的拉萨达夜市是人挤人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从厨房 堆好这一盘排骨 要出餐到客人桌上 它大概至少会有一个 30秒左右的步行的距离 再加上要闪人 那这一座排骨必须要到客人的桌上 是屹立不咬的 所以我们在堆叠排骨的 它有一定的角度步骤 以及你对排骨各个部位的 了解 然后去做一个基础 以及堆叠的这个方式 我在这个上面 被老板骂了蛮多次的 这个就是我们XXL 6公斤的排骨的重量 这个大概是八人份 最后我们淋上了这个 独家的这个秘方的这个排骨酱汁 像是香茅柠檬叶 然后会有一些螺旺脂 那它本身有独特的螺旺脂的香气 以及它的酸度 那我们的酸度的来源 其实有一半是柠檬汁 那一半是螺旺脂 就是我们的秘方跟灵魂 主要是在这边 这里面大概有柠檬有鱼露 那主要它是 蒸香提味的作用 最后撒上灵魂 青辣椒 我们从不辣做到变态辣 来 上菜 为您呈现XXL 好 泰心火山排骨 请慢用 这里的火山排骨有份大中小份 也贴心的为客人分不辣 到各种等级的辣度 让套客们以自己的承受度 来品尝泰国火山排骨的 咸香酸辣四大特点 超过了30公分的猪龙骨 炖煮的软嫩多汁 再搭配独门酱汁 使喷火又解腻 酸中盖着绿辣椒的尾茎 超级开胃 呈现出道地泰国风味 一开始吃就快吃到它流汗 因为它这个排骨是会辣的 然后它又叫了更辣的那个沾酱 所以刚才就边吃边流汗 我觉得它那个肉质它很嫩 然后它跟我在泰国吃到的 就是很道地 就是它够酸 然后够咸够辣的 骨髓那边也是Q弹Q弹的感觉 它这样子是吃起来 刚吃起来是有点甜甜的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它就会有那个酸跟辣 综合起来那种刺激感 就会让人家觉得 吃起来还蛮爽口的 71年次的老板Kevin 其实经营泰式餐厅 已经不是第一次 多年前在富泰旅游的机会中 发现了泰国水稻虾 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吃虾方式 用了六个月时间往返泰国多趟学习 并创新出了台湾第一间 采用全透明玻璃LED水道的流水虾餐厅 在当时是引起全台的业者争相模仿 但是如此创新的餐厅风光一时 却为何在短短一年就草草收场呢 因为第一次去接触到这样子的活虾的餐厅 那我们在养虾的这个过程当中 经验并没有很丰富 我曾经一个晚上 因为没有去注意到虾池的温度 那当天晚上就死了80到100斤的活虾 第一次开餐厅经验没有很多 那当然也受到了一些挫折 那最后当然是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close 就在最失忆时 有幸知道火山排骨的存在 让他发现这是另一条生存之路 后来在规划菜单时 就想把泰国最炫的美食都纳入 加上冯甲夜市是新奇美食天堂 不够炫不够花俏很难造成话题 所以除了火山排骨之外 也在泰国发现了火山虾这道美食 这个在泰国的佛同府 佛同府它是一个地名 类似像台中市台北市这样子的地名 在2019年的时候 有好几位美食部落客 以及美食评件的网站 评选为第一名的特色的美食 这是我们当屏东产地直送的泰国虾 那上面看到的是柠檬叶 然后香茅 这是一些泰式的香料 然后我们用酒煮的方式 用这个台湾的米酒 酒煮的方式 然后先做前置的处理 收成 将火跳跳的泰国虾加入各式泰式香草叶 上盖后大火焖煮约四分钟 就可以起锅放置火山虾专属的特制金属盘器中 因为有这些泰国的香料 来做高温的研制 那最后 最后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模具 把所有的泰式的这些所有的香料 最后会锁入这个虾子的这个肉身当中 我特别请我泰国的朋友 把寄了五套的这个模具进来 那总共花费平均每套的成本 要五千多块 这个是淋上生命之水 高纯度的福特加 那这样子会让食材本身带有福特加的 这个毒物酿造的这个香气 以及酒香 火山虾 它这个满特别是因为我在外面 没有看过就是真的会点火的 对 它就是点火 然后它有倒那个酒精 它就是会有一个香气 对 那就是肉质也都满鲜甜的 直接吃也很好 你要沾其他 它的酱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有一些是不辣 有一些是辣的 那都很好吃 虽然2020刚开幕时 疫情还未必严重 五星茶柳下 自己推出的道地泰国美食 都是台湾较少见的 反而让现在不能出国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委出国 过过干瘾 像这道泰国女婿蛋 就是泰国人到出嫁的女儿家 必定会出现的一道菜 相传在泰国的早期 有一个丈母娘 突然去到女儿家去做拜访 但是呢 因为女儿出去工作了 家里剩下女婿一个 然后女婿又想不出家里面 有什么样的料理 可以端出来招待丈母娘 打开冰箱看到了鸡蛋 好 它就透过了水煮的方式 再透过了泰国很常见的料理方式 就是油炸 油炸过后 然后淋上特调的这个螺旺纸酱 撒上这个蒜酥以及洋葱酥 然后呈现给丈母娘吃 丈母娘一吃之后 哇 开心得不得了 从此之后 口耳相传之下 如果丈母娘到了女儿家 来做客的话 那女婿就要做这道菜出来 以表孝心 我觉得它炸起来酥酥脆脆的 那种口感还蛮 一般平常吃不太到 对 然后还有它的酱要偏甜 可是我觉得还蛮适合 我的胃口的 还蛮酸口的 品尝完在台湾少见的泰味美食 这里有台湾人偏爱的 经典泰式料理 不过风味也是独具特色 像是这道烤泰式柠檬鱼 也是喜欢酸甜口味的朋友 一定要尝尝的一道料理 Kevin以创新的口味 台 泰 元素大结合 以台湾鲦鱼加入了泰式特条酱汁 用烤的方式 让这里的柠檬鱼 风味是更加的独树一格 用真的的话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 像是鱼肉啊 它的味道 我们酱汁的味道 比较不容易进到鱼肉里面 那我们利用烤制的方式 然后把我们特条的这些酱汁 可以很完整的锁入 锁入到这个鱼肉的这个肉身当中 那这样吃起来不只表皮有味道 鱼肉本身也可以带有 檸檬鱼的香气 那另外台湾人其实很爱吃的 这个盐烤的无锅鱼 那我们也利用盐烤的方式 去结合蒸的 蒸煮的这样子的檸檬鱼的方式 两者来做结合 那取这个两道料理里面最精髓 好的部分 那我们来做结合 它就是真的很偏泰式 对 反而是我们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出去玩 至少也可以吃得到泰国料理 从失败中继取经验 是Kevin为创业所缴出的学费 而且他更抱着从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爬起来的决心 才一步步的将泰国火红的美味带进台湾 让大家不出国 来一趟冯甲夜市 也能有置身泰国的及时感受 本身是英国人 然后好像来台湾旅游吧 他就吃了我们的那个炸薯条 他觉得我们做的东西炸薯条 跟他在英国吃的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我们真的有成功把英国那个口味带回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距离江紫翠捷运站走路只要六分钟 有一家英伦风的餐酒馆 来到这里就像置身在英国街头一般 老板是几位青年级生 因为对于英式酒吧深深着迷 而开了这家餐酒馆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道地的英式料理 像是带有红酒香气的牧羊人派 以及外酥内卵的苏格兰旦 都让顾客回味再三 而且还不限制用餐时间 是您跟朋友聚会的好选择 在板桥江紫翠捷运站附近 有一家充满英伦风格的餐酒馆 光看外观这全红的墙面设计 以及白色窗框还有街灯助力 就像来到英国街头一般 走进内部从吧台桌椅到低调沉稳的装潢 更增添一股英国独有的感性 这家英伦风餐酒馆的老板是一群青年级生 主要经营的有三人 Tim Ian以及Jason 同位高中同学的他们 在某次聚会中突然想重拾青少年时期的梦想 于是诞生了第一家餐酒馆 不过这可不只是限定夜猫族群的餐酒馆 假日早晨 想要来盘经典英式早午餐 也不是问题 英式早餐的话 就是可以说是在英国酒吧 应该都会有的一项餐点 除了蛋培跟香肠之外 然后还有一个橘豆 口味是蛮特别的 然后它可以是吃冷的 也可以夹在土司里面 英式早餐里面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英国香肠 那英国香肠 我们是特别找两位在台湾 专门做香肠的英国人 香料味会比较重一点 那跟一般吃的香肠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口感会比较扎实 这道可以说是英国最经典 最传统的早午餐 分量之大 让人惊艳 其中的英式香肠呈现粉肤色 不同于台式香肠脆口的长衣 咬下去外皮较不明显 肉馅的香料 香气浓郁且油脂较少 味道跟口感都相当独特 还有杂粮吐司 荷包蛋 羊菇等多种食材 让您一早就有满满元气 这是我每次都会点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东西很丰富 然后基本上两个人来吃 然后两个都会吃饱 然后它的那个香肠 就是跟平时在夜市 或者在其他地方吃的香肠不太一样 它里面的香料比较重一点 整盘下一次都蛮健康的 我觉得那些食材是什么的 老板们对英国文化辽若执掌 常常被人误以为曾在国外读书 但其实三个人完全没有留学经验 之所以会这么了解英式风格 是跟大学时期的经历有关 我们当时三个人都是高中同学 然后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一家英式的餐酒馆打工这样 当时Ean是在内厂 然后我跟Jason在外厂 那那家英式餐酒馆算是台湾的早期 英国老板开的 然后是做纯英式的一个酒吧这样 那一段的经历对于我们后来在创业跟这些很多运用的当时的一个 一个氛围跟文化的一个感觉这样 英伦文化升值三人心中 打工的经历也成为他们创业的基石 而店内的料理自然就是道地的英式佳肴 这道牧羊人派是早期英国农村只吃得起马铃薯 再加入一些剩菜焗烤 并有了这道家常点心 只用猪牛绞肉 然后跟番茄去蹲至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把它做成肉浆比较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我们做肉浆的过程会加入一整瓶红酒 然后就是过程中会让酒会发掉 然后可是会萃取红酒的香味 然后让它跟绞肉的部分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我们都不会加任何的水或高糖 就是自然的肉汁跟红酒的部分 马铃薯泥与自制肉浆以完美比例混合 一入口先吃到表层 焗烤的奶香味 而后有中间绵密顺口的马铃薯泥 底层的肉酱则是红酒香气浓郁 在口腔里蔓延 这迷人滋味吃起来是幸福感十足 更是主厨经过多次香料比例拿捏 调整肉量多寡才做出的好味道 他们是用焗烤 尤其表面起司和鸡眼油脂 还有马铃薯淀粉 吃得很好 所以我来都会点这个来吃 苏格兰蛋也是英式料理中 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店家大多使用水煮蛋包裹在绞肉中 但这里却是十分特别 用的是糖心蛋 那苏格兰蛋的话 我们前次作业会先腌制那个猪脚肉 加入很多香料的部分 然后猪脚肉会里面会包裹的糖心蛋 再裹面包粉去油炸 然后先炸再去烤 因为糖心蛋就是 你会有浓郁的蛋黄的香味 对 吃起来会觉得说 一个硬的然后再一个软的 会有一种那种食物的那种层次啦 外面是咸咸的 里面就是有一点这种香味这样子 还蛮浓郁的 主厨将之前学到的技术 原汁原味复合到现在的店里 不少客人正是冲着道地滋味 前来用餐 甚至还有客人啊 给出了超高评价呢 他是本身是英国人 然后好像来台湾旅游吧 他就吃了我们的那个炸薯条 然后他有跟我们反映说 他觉得我们做的东西炸薯条 跟他在英国吃的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觉得说 我们整个有成功把英国那个炸薯条的 那个口味啊带回来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客人的称赞就足以说明 这里的料理有多么经典道地 而提到英国料理 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炸鱼薯条 这也是开业以来就热销的人气料理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特别研究了一下 然后找寻口感最相近的这种深海鱼类 然后我们选了阿拉斯加的蝶鱼 然后也是白肉鱼 然后口感也跟鱼比较相近这样子 我们会制作生啤酒的面糊 就是用生啤酒再加面粉泡打粉等等 然后去调制就是新鲜的面糊 你吃炸鱼薯条的时候 你还会所有鱼肉的香味 你还可以吃到一点啤酒花的香味 鱼生裹着啤酒面糊 下锅油炸约八分钟 外层的金黄面衣口感酥脆 内层的蝶鱼软嫩细致且多汁 简单调味带出鱼肉的鲜甜 真如主厨所说 还能吃到淡淡的啤酒花香气 再沾着微酸微甜的塔塔酱 更加爽口 薯条的马铃薯香气浓郁 也难怪顾客们都难抵它的魅力啦 点几个点点不就变 它的炸鱼和炸薯条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有点了 它的薯条我就觉得它的薯条 很好吃它的炸鱼也做到很好 它的厚实感还有口感 刚才炸的烧烧 这个是很到位的 酒吧在英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和法国的咖啡馆 大陆的茶馆一样 都是不可或缺的 其悠久的历史 与当地生活千丝万缕的关系 处处散发着独特魅力 也成为了窥视英国历史人文的最佳角落 英式酒吧的氛围 其实应该是一个在一个区域 一个local的一个地方 然后很像是回到家的感觉 它有一个名称叫Pub 它的全名是Public House 就是是一个公共开放空间的一个概念 这个部分就会跟酒吧有稍微的不同 老板们想营造亲近友善 社区活动中心的概念 让大家来到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 而客群年龄层分布也相当广泛 从二十岁到六十岁都有 在餐酒馆可是相当少见呢 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英式的啦 那像我重年纪的也比较少来来看看 就觉得说原来英式是重风格这样子 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它开在居民楼附近会让我觉得 整件事情很chill 然后我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这边 除了想营造英式餐酒馆的氛围 提供道地英式料理之外 老板们也准备了台湾人熟悉的烤猪排 这道苹果酒烤猪排就这么诞生咯 猪肉先煎后烤 老板独家研发的沙拉酱 酸甜的口感可以中和猪肉 微微的油腻感非常开胃 再配上一旁的烤饼跟生菜 就完成了一道香气十足且清爽的料理 它的苹果酒香气比较重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咸 就是看起来可能它很肥 但其实还蛮清爽的 然后旁边还有搭配生菜 我觉得吃起来蛮下酒 跟外面比起来算比较烤得不干 还蛮多汁的 光是料理用酒就已经是严选中的严选 那么主打的精量啤酒更是不能错过 当初第一家店开业时 正巧搭上了台湾精量啤酒 蓬勃发展的风潮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台式精量啤酒 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也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味蕾享受 草莓的气泡酒 那它得到了就是世界的Cider Award 就是Cider是一个水果酒类型的 这个种类的名称 那它得到了世界的比赛的银牌 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殊荣 在英国是一个非常 Cider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大家都会喝 是非常非常盛行 那台湾的这一支草莓气泡酒 得到了银牌 那这是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来到这里除了与三五好友小卓聊天 每周末都还有助唱歌手的表演 轻松自在且不现实 下次跟朋友家人聚会 想要大聊特聊 不妨将这间餐酒馆夹进口袋名单 会是您的好选择哦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美食资讯 欢迎加入台湾百味脸书 以及专属美食社团 IG以及高点电视YouTube频道 我是罗宇文 我们下次见 BigQuery toi ek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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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